請教師 歡迎特市長 各位市民朋友 Tim KP的夥伴們 我剛剛從北門邊下車 穿過北門 走過北門的廣場 來到這個台上 內心非常的激動 1884年北門城就蓋好了 134年來 經過滿清日本跟中華民國三個時期 北門見證了台北城的發展 但是 以北門為中心的西區門戶計畫 也是柯文哲改革台北市政的起點 2014年12月25日 我就任台北市長 當天晚上 我就把那一條完工八年 從來沒有用過的 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 拆掉 從此 軸線翻轉 舊城復興 不再是政治宣傳口號 我們一步一步地實現它了 我們用一個晚上 把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拆掉 以六天的時間 拆掉中校橋引道 讓北門重建天智 我們拆掉了國光客運 重建台北行旅廣場 現在 從北門到台北火車站 它是一個視野遼闊的公園 我們 為了保存 歷史文化 把山景倉庫 重新簽建 再上個月 也已經開幕了 我們 重建北門廣場 路行也重整了 交通還是維持順暢 現在 北門是我們台灣的國門 法國的巴黎有凱旋門 我們台灣的台北有北門 台北登節 連續兩年在西門町舉辦 從北門到西門町 在九天的時間 有三百五十萬的人潮在這裡 在未來的時間 郵政博物館 鐵道博物館 雙子星 會陸續開幕 北門在未來的時間 還是會繼續見證 台北的發展 北門 會是台北人 覺得驕傲的地方 台灣在二十年前 是亞洲四小龍第一名 現在幾乎都快保不住 可以存留在亞洲四小龍裡面 2014年 我以推倒藍綠的高牆為號召 也在大家的支持下 進入了台北市政府 我當台北市長這四年來 我常常在思考 為什麼在這過去二十年當中 台灣逐漸的落後 以前我們的國民所得 比南韓多四千 比六多四千美金 現在我們是輸給南韓六千美金 也就是說在過去二十年當中 我們被南韓逆轉了 將近一萬塊美金 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 比藍綠更重要的是黑白 比統獨更重要的是是非 台灣的政黨政治 已經變成了幫派政治 因為 因為 只要你是跟我同一黨的 不管你做什麼壞事 我都要cover你 反過來 只要你跟我們不是同一黨的 不管你要做什麼事 我都要背隔你 台灣的現況 就是個人的利益 大於派系的利益 派系的利益 大於政黨的利益 政黨的利益 大於國家的利益 我以前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難道有病人送到急診處 我先問他說 你是國民黨的還是民進黨的 沒有啊 他們就是病人 同樣的 我當台北市長 每一位市民 不管他是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 他就是台北市民 就是我服務的對象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首長 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首長 從新黨到民進黨都有 我對議會不管是藍綠的議員 只要你講的有道理 我都會去幫忙 都會去做 其實 如果能夠把人民的福祉 當做是最重要的 其實 中央跟地方 不應當有矛盾 藍綠兩黨之間 也不應當有這麼強烈的鬥爭 我當市長這四年來 我當市長這四年來 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早上七點半 準時開工 工作到晚上十點 禮拜六禮拜天 繼續到各地方去走毒 我都去拜訪里長 商圈企業 我都問他們說 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幫忙的 我自許我們是一個 服務的團隊 而不是管理的團隊 因為人民 繳稅金給政府 是要政府來服務他的 不是要叫政府來管他的 所以我們要 所以台北市政府 必須是一個服務的團隊 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 公開透明 這是我的政治理念 我進入台北市政府以後 秉持這個概念 我們有iVoting 有參與式預算 有各種公司協力的平台 我們有青年事務委員會 公民參與委員會 林鎮透明委員會 我們讓市民可以直接進來參與市政 也監督我們的市政 我問大家 在2014年 就上一次選舉那一年 每天晚上call in節目 不管是大巨蛋 美河市 雙子星 松菸 山創 山中案 國發院案 每天晚上疑雲重重 我問大家 柯文哲當台北市長 過去這四年來 我們有哪一個重大工程 上過晚上call in節目 其實藍綠兩黨 不是拿顯微鏡 不是拿放大鏡 他們是拿電子顯微鏡來看 還是差不多 過去四年 台北市政府的一級首長 有因為弊案而下台的嗎 有 你們去看看其他的縣市 有多少首長是因為弊案下台的 我當台北市長 用人為財 我們建立了文官的臨選制度 也因為有這種公平的升遷制度 台北市的公務員 開始相信 他們只要認真做事 就有機會升遷 在以前 聽說都是市長是一通電話說 這次科長是升誰 現在沒有這種問題 每一個文官都開始相信 他們不用只看首長的臉色 他們只要認真做事 就會升官 這是重建中國的文官制度 我們尊重專業 其實今年的台風架 就是典型的照妖鏡 如果氣象團隊都跟你講 明天早上最大陣風是7級 我們要最大陣風10級才可以放台風架 可是整個北台灣 只有台北市跟基隆市是正常上班 其他的縣市都在放台風架 你想想看 像這種事情發生以後 你如何要求公務員 可以秉持專業的做事 很困難 同樣的 我當台北市長 我都鼓勵公務員創新 我給年輕人機會 讓他們放手的去做 不管是台北登捷 四大運 就是這樣成功的 我當台北市長 也讓台北市的公務員 可以依法行政 公平的執政 你想想看喔 我是現任的台北市長 我的競選辦公室 才開幕兩個禮拜 就被監管處抄掉了 欸 這才是我的驕傲 因為我們台北市的公務員 真的開始可以依法行政 我當台北市長 到現在還不到四年 我已經還債530億 我當市長的前一年 我們台北市的利息 一年是29億 到去年已經降到7億 在這個地方 我要跟市民朋友 講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必須援手財政紀律 我要跟大家講兩個觀念 第一 欠債是要還錢的 如果欠債不用還錢 我現在就向你借 第二 欠債是要繳利息的 所以 我們援手財政紀律 絕不再留子孫 因為 國家的錢 都是來自人民 我們要用他們 當作要用自己的錢 一樣的謹慎小心 其實 政治很簡單 三個原則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證做 講完了 但是 他需要很大的毅力去堅持 加油 其實 台灣的政壇 不需要發現問題的人 也不需要解釋問題的人 我們只需要解決問題的人 我當市長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對台灣的政治是有憂心的 各政黨不應當以仇恨來當作政黨的動力 坦白講 統獨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美國不可能 在現階段讓台灣跟中國統一 造成他太平洋防線的缺口 同樣的 美國也不會同意 台灣真的搞台獨 去激怒中國 統獨是個假議題 可是兩個黨 假戲真作 用仇恨在驅動他們的政治 同樣的 坦白講 從2014的太陽花學運 我就發現台灣的確是有世代衝突 我們也要試著要去建立一個 世代共融的社會 我當市長常常在想說 如何讓不同的世代 可以和諧的在這個社會生存 所以 比方說 揚明老人公寓 我還開放一些空間 讓文化大學學生進去住 只要求說他們能夠陪那些老人講講話 或帶他們出去玩 這個叫做清雲共居 就是讓年輕人跟老人可以一起的生活 同樣的 我們現在小學 有餘育空間 我們有祖孫共學樂靈學堂 就是阿公阿嬤帶孫子去上小學的時候 他的孫子去上課 他們老人在旁邊也看一班 大家也在上課 這個叫祖孫共學 這個叫做祖孫共學樂靈學堂 同樣的 我們文山區的 智慧老人的養老院 我也在裡面弄了一個小小的幼稚園 讓這個老人跟這個小baby 可以一起的生活 其實我們應該建立一個 和諧世代共融的社會 可是還是有些政黨 利用這個崇洋敬老軍 再引發這種世代仇恨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在這場選舉當中 我也是秉持不要打負面選舉的精神 其實我要告訴各政黨 不要再口水了 因為講別人的壞話 你自己不會變好 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 抹黑 抹黃 抹紅 各種手段還是跑出來的 坦白講喔 我還滿驚訝 這跑這個葛特曼出來 更奇怪的是 四年前國民黨打這個題目 四年後民進黨也打同樣的題目 坦白講我還真的還滿驚訝的 其實台灣需要的是 解決問題的人 我們不需要再製造問題的人 我在這裡 要問各位社民朋友 社指導進建48年 是誰讓他通過都市計畫審議的 柯文哲 環南市場 拖了18年 是誰讓他 開工的 柯文哲 詠春都更岸 拖了16年 是誰讓他開工的 柯文哲 內湖荷家灣的海沙屋 拖了16年 是誰讓他開工的 柯文哲 鍾孝橋引道的拆除計畫 躺在台北市政府的抽屜裡面 20年 是誰讓鍾孝橋引道可以拆掉的 柯文哲 中校西路公車專用道 完工8年 從來都沒有用過 是誰把他拆掉的 柯文哲 大龍國仔的海沙屋 講了那麼多年 是誰把他改建的 柯文哲 但是各位市民朋友 真正完成這些的 是2014年 你們投票給柯文哲 讓他當台北市長 這些才可能完成的 所以台北的選擇 柯文哲 台北的選擇 柯文哲 台北的選擇 柯文哲 好 過去四年 改變成真 我們有臨體交通改善計畫 我們在巷弄內 畫綠色人行通道 我們逐漸的在建立 台北市安全的人行入網 有進行臨體交通改善計畫的理 第一年 車禍傷亡就降了47% 到第三年的時候 下降了60% 我要告訴各位 2017年 也就是去年 是50年來 台北市車禍死亡人數最少的一年 我有看到何國榮里長 這個計畫 是我們何國榮里長跟我講的 然後把它推行下去 1280的交通月票 讓住在較遠地區的人 交通費可以節省 以前他們住在郊區 交通費已經多了 時間又花得多 這是雙重撥銷 我們用1280制度 也鼓勵大家改用公共運輸 西區門戶計畫 以北門為中心的西區門戶計畫 已經大致完成了 以南港為中心的東區門戶計畫 正如火如荼的開工 對手說 我們預算執行率低 但是我告訴大家 世大運 他們原來編列的預算是198億 我152億就完成了 省掉46億 少了46億 世大運還是成功 台灣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 讓世界看見台灣 我們向全世界 證明了台灣的力量 台灣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台北是一個光榮的城市 文山區治水計畫 原來編列23億 我們8億就把它完成了 文山區 從台北一淹水地區出名了 如果 當年是換別人當市長 我告訴你 世大運一定最佳預算的 當年 如果是換別人當市長 現在興隆路二三段 下雨還是會淹水 對手說我們招商不利 但是我跟大家講 2017年 台北市的招商金額 299億 佔全台灣的30% 我們還去財政部接受頒獎 說我們是第一名 今年到現在 我們的招商金額 已經398億了 應該還是會第一名 明年 因為有雙子星 應該會超過600億 還是會第一名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正正當當 也可以做生意 而且可以賺錢 這才是台灣真正的新文化 各位市民朋友 其實台北需要的是一個認真工作 追求公平正義的市長 過去四年 台北已經改變成真 新的政治文化已經建立 未來四年 改變必須持續發生 台灣必須向前走 台灣必須擺脫 藍綠惡鬥的泥道 我們要以市民的自覺 取代藍綠的對決 各位市民朋友 十一月二十四號 你的一票 決定台灣的歷史 拜託大家 恳請大家支持 改變成真 持續發生 謝謝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 台北的選擇 台北的選擇 柯文哲 台北的選擇 柯文哲 柯文哲 動賽 柯文哲 動賽 可否可否可否 動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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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